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的跑步频道 今天我们带来月影2,43公里的初体验 先说结论,月影2是一双脚感厚实软弹的优秀慢跑鞋 较低的价格和不错的用料质感让它性价比出众 但同时它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外高内低,足弓支撑不足等 关于外高内低的解决方案,会在中底介绍时向其说明 首先说鞋重,41码250克左右,很不错的慢跑鞋重量 我们来到大底 李宁基础鞋款常用的TAFAB橡胶 无功无故,抓地和耐磨都是中偏上的水准 在有水的地砖,高速通过会有些许打滑 但考虑到它慢跑鞋的定位,5分配以外抓地都很稳 耐磨还是不错的,橡胶的厚度和硬度都是有保障的 800K以上肯定没有问题 大底中间有一个槽可以引导你居中落地 不过这个大底在中后掌,其实是比较窄的 对于足弓处的支撑和滚动感是有影响的 可以看它和UB的对比 它在足弓处是要明显窄于UB的 然后我们来到中底 中底是厚度可观的脂肪足TPU,落差为10 泡面素质很好,并且是偏软弹的调校取向 跑动的时候会感觉脚和地面之间有一段距离 并且中底的脚感很舒服 这个中底的弹性非常好 所以就算把配速提到430左右,也不会有拖沓感 这个中底最大的问题就是足弓支撑不好和外衣内高 这两点叠加会让这双鞋引导外翻 我本身就是低足弓,所以开始跑的两次 不到10公里就会脚踝和足弓酸痛 不过有可以缓解的方案,就是换鞋垫 可以选择索康尼的EV鞋垫在足弓处上翻明显 也可以选择B-Mai的这双支撑鞋垫 它是那种比较硬的鞋垫,然后在足弓处也是上翻明显 这双鞋垫的支撑脚感会比这双鞋要更强一点 所以如果你是轻微的外翻或者一般的正常足高足弓 可以选择这双,如果你是稍微严重一点的低足弓可以选择这双 中底还有一处不足是滚动感不强 可能是泡面比较弹,李宁特意降低了滚动性 所以比如说跟Infinite一比就比较明显 Infinite它的中底整个就是一个摇篮的形状 但是它后部就比较平 然后是鞋面,鞋面是双层的 一层mono纱和一层网布,质感上还不错 但是透气型一般,建议春秋冬3G使用 夏天穿宝袜应该也可以 鞋后部的海绵填充很足 网布非常光滑,网布的质感有点像亚瑟士的中高阶慢跑鞋 并且鞋舌很厚可以避免压脚背 整个鞋身是舒适取向用了大量的海绵填充 所以不建议雨战可能会吸水 舒适性算中上水准至少没有出错 不过到手建议重穿鞋带 我比较懒没有重穿,可以从里往外穿,这样可以增强包裹感 总结呢,月影二是一双低价优质的缓震慢跑鞋 高素质高厚度的中底,让它缓震极限非常高 同时又有着不错的跑动效率 唯一的问题就是外高内低 严重外翻是圈腿的 轻微外翻可以通过换鞋垫来缓解 推荐人群是需要缓震慢跑鞋但是预算有限的跑者 配速430以外均可